大家好,我是健佩 这条影片我们看一下第十季英雄仪式流出 APEX月底更新的组队系统修正 还有上一期新玩路链漫画的后续 开始之前做个小新闻 竞技场的地图人替换了 现在变成了火炮 不喜欢之前那个地图的现在可以回去玩一下咯 其实我也挺好奇 现在还有多少人仍然一直在玩竞技场 我自己是玩APEX的时间都比较小 所以有时间玩都直接跑去玩大逃杀了 还有一直在玩竞技场的朋友 记得在留言区说一下哦 现在看上次漫画的后续 上次漫画说到生命线 知道新玩他8的邪恶计划后 在新玩8跟新玩说别阻碍他的大计时 生命线出现拿和平指住新玩的8 之后就是这次的漫画 以下是我自己的翻译 看不及的话可以暂停慢慢看哦 看不及时 看不及时 看不及时时间在结婚 但通常它是 surprise让温南 看不及时 alpha 극性都没有 看不及时 impressed 是我们想看不及时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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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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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X一直也有队伍经常小一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让喜欢单排的玩家非常的头痛 还好开发者终于对此做出回应 他们说在月尾的更新会做出对上面这个问题的修正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希望着更新真的能修好这个问题 最后看一下关于第十季英雄的消息 这里是想要提醒大家小心一个假消息 某个APEX的YouTuber在这个星期推出了一条片 说有第十季的英雄图片流出 有其他的YouTuber还有数据挖掘家指出 这个流出很大可能是这位片组自己改图改出来的 仔细看的话证据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这个所谓的第十季英雄的图示 跟其他的英雄的图示不对称 第二是这个指标的图片里面没有半透明 这个家用机的玩家可能会比较清楚 家用机版本或者插了控制式的电脑版本 都会有这个指标代替电脑版的鼠标 而这个指标在APEX里面是半透明的 指标放在其他东西上面 你已经看到后面被模糊的图片 但这个流出的图片中跟现在的APEX不同 还有算是第三个线索 就是其他的数据挖掘大神都没有找到这个资料 整个世界就好像只有这位流出者有找到 最后有人找到这个流出的角色图片 跟Marvel将要推出的一个角色非常的相似 应该是流出者是把他的图片改到APEX中 装作是新的流出了 所以大家看到下面的这个流出不要乱传咯 看见朋友在传也帮忙提醒一下 上次影片的APEX得奖者是画面上的这位 在IG上面联络我来讲咯 这是EA技术赞助APEXB的收掌 像这的方法在置顶留言 记得订阅还有赞好影片 还有去留言区赞好留言咯 先说到这边 感谢你们的观看 Bye Bye